要取得我所有的资源 就是我们这一学期上课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我吴老师的部落格里面可以看到 那第一次到第12次的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 那包含就是说第一次 重点是在打造 那个我们的PHP MySQL的环境 所以如果你有些遗漏的话 没关系 你把它点进去 里面就有了 那这篇文章我看了 观看次数其实非常的高 是我部落格里面排名算还蛮高的 那我把所有里面包含就是说 下载懒人包也放在这里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 那个制服器的话 从这边也有 然后能够做到什么 就什么动作啦 等等的这边东东都很清楚啦 OK然后甚至呢 如果你家里有光纤 你要升级的固定IP 你就可以架云端了 这其实非常简单 几乎所有的技术里面呢 应该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那很瞬间的 你就可以拿来架云端 我想这个应该各位 之前还有印象吧 那另外就是说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一些技术 也是免费可以使用的 所以将来如果说 你要架一个云端的话 以后我想你可以回头来这边找 如果说怎么去做 画面都非常清楚 还有呢 影片 所有的影片都在这里 而且还有一个播放清单 等于是说 我想应该整理这么清楚的 应该在网路上很难找到 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完整的教学 另外我们上课的用书 有哪几本 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课程的特色 还有一些概说 我也通通把它打上去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你把这一篇看完之后 应该对于 PHP的云端资料库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去做一点事情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第一个 那第二次上课的话 基本上是什么 再开始做PHP 就是写一些PHP 那PHP里面的话有哪一些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 传递引数有Gate跟Post 这个我们前面有做过练习 表单 建一个表单 然后Gate是UIL参数 那Post是什么 你在UIL 就是在网址上面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用Gate的话 你会发现 像很多那个电子商务 像PC用或日式小时 或者什么一些网站 上面的网址都会有个问号 然后后面的话 有个参数名称 再加上传递什么参数 这个不只是PC Home 甚至Google 你会发现任何的网站上面 它都是用类似的方法 在传递参数 但是有一些 你看不到东西 它可能是用Post的方法 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前面我们讲过嘛 就是说一个可能比较有跟安全性有关的 一个可能是跟那个安全性比较无关的 那用Gate 有关的可能用Post 比如说用那个什么 登录你的账号密码的话 所以连结进来 我好像印象中 我有这个影片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影片 从头到尾 稍微再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总共会有12次上课 那我会再把这个上个礼拜的跟这礼拜的也把它Post上去 然后这个我想就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PHP教学 那再来后续 其实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么受到关注 除了跟云端有关系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跟什么 跟那个APP开发也很有关系 因为呢 现在很多时候你手机 如果只能够存取你自己手机里面的东西 其实也很不够啦 所以通常呢 会希望连结到哪里呢 连结到云端上面 那要连结到云端的话呢 就需要什么 一个中介层的一个技术 这个中介层的技术呢 当然很多选项 不过我发现了PHP应该会是一个最 一个蛮好的一个选项 第一个当然是不用花费用吧 等等的 然后我觉得学习上面也很简单 诸如此类的 这边可以给各位参考 那如果各位要学习像那个 Enjoy的Enjoy或者APP开发 在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也有啦 我这边有一个懒人包 那我跟各位讲过说 如果你Google那个什么 App的什么开发教学吧 我应该现在APP开发教学的话 目前或者APP开教学等等的 我目前好像也排在 排在蛮前面 开发教学这个关键字 好像是排在第二个吧 所以你们可以从这边找到懒人包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很多我之前的相关教学 那有用Enjoy的方式 另外底下有用PhoneCAP 这个PhoneCAP懒人包 也提供给各位参考 还有我最近呢 也有教很多 就是说类似的课程 也是利用Zenweaver来开发APP 所以这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里面有蛮多东西的 那整理的非常的详细 OK那今天的话呢 因为很快的又到最后一次上课了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 一直都还是会放在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当然上课不是只有你们在上课了 我想全世界太多人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他就会连进来看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的话呢 我们上课的所有影片 也会放在云端上 我想这个应该在从第一次上课到现在 一直不断跟各位讲说 这上面都有影片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我做的事情其实已经算还蛮多的 该做的其实都已经做了 而且这个东西做完 这一门十二门课上完之后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蛮完整的 所谓的那个什么 线上课程的 线上课程的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有关上课影片在这里 另外的话讲义也在这里 云端白板跟范例 还有需要的像程式 等等的这边都有 还有像什么PHP的参考手册 还有等等的 像证照考试的都这边都有 那我们今天的话 要把那个 最就是最后购物车部分讲完 那购物车部分 因为最后两次 跟PHP程式有点关系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理解的 像讲义里面呢 你可能要多了解有几个物件 恐怕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在那个PHP里面 要传递一些资料 给其他的页面的 比如说跨这个页面的 这个资料要传递的话 总共大概会有至少三种技术 包含就是什么 包含就是Cookie Cookie跟Section 另外有一种是隐藏栏位 其实隐藏栏位 也可以丢一些资料到其他的页面上去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像我们上礼拜提到的 就是那个PHP物件的部分 那在我的讲义里面呢 也有相关的补充 因为今天这个网路流量 实在有点慢 所以在讲义里面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 就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复习一下 然后呢 也稍微再跟各位讲一下说 到底比如说加入购物车这里面 点击它之后 它上面会有个PHP程式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设更新 加了一个你会发现它会进来 另外还有更新功能 还有像删除功能 那因为呢 它这个地方瞬间就完成 我们要的结果了 那我怎么知道说 里面程式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单单只是用那个 Dreamweaver来处理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顶多是看到里面的原始码 但是问题 在Dreamweaver里面有个缺点 就是说 它不提供除错功能 什么叫除错功能呢 就是说 我今天假如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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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会用到一个就是物件 那这个物件呢 我要怎么去把它了解 像这边有一个叫这个卡扯的这个物件 里面有一个ED卡扯 这个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物件 那如果我要使用它在PHP里面如何运行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这个购物社的环境先建置起来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有关PHP如何去除错的部分 那么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